為了向營政府魚丫主委 台索企業跟婚人區魚丫主委 今天在保留魚丸進行魚丫主委 總共擔留53萬隻 有股經濟價格的魚丫主委 希望透過這個外丸 讓大家知道魚丫主委的重要性 作回來保護海外的環境 我變成炸 台索企業為了向營政府保留魚丫主委的進席 這天和婚人區魚丫主委在保留魚丫主委 進魚丫放樓的活動 這天總共放了53萬塊的魚丫 台索企業也有請四位三輪國秀的學生做的來參加 希望讓大家驚加中式海洋主委 我是第一次來到這邊放養魚苗 所以我對這邊不是很了解 但是放養的過程還蠻有趣的 然後讓小魚回到大海 讓他們成長 我們再抓回來 他們就可以變成我們桌上一道道美食 因為如果我們把小魚 讓它回歸大海的話 我們可以收穫更多的魚 也可以把它做成醬油 可以配著吃 如果我們不太長抓的話 有可能會生 就是大魚會生出更多的小魚 可以讓它持續的增長 魚廟放樓的活動到今年已經是第16年了 本人口魚火標示 很感謝台索企業十幾年來的照顧 這幾年來魚主委也更加豐富 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基盤 魚廟放樓這個活動已經進入了十六年了 本年說我們企業在地圓 燈青木林的活動 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社交海營的主委越來越豁發 經由這次我們台索企業 每年這樣定期的基盤 那個疫苗放樓 已經達成了我們這方面 沿海我們的漁獲 有很明顯的增加 這點是大家在我們慶定的 希望這個活動 今天這個活動 可以煩醒我們國民 對我們的資源保育的重視 放樓的魚廟 累積到今年已經有八百萬月 也都是經濟價值得很貴重 也選到五公分以上的魚廟 希望可以增加魚主委 整整一定放七百五十萬月的魚廟 今年放樓可以超過八百萬月 我們放的魚廟是 經過合法的魚廟廠 經過我們粉絲政府的動議 有些人來施放 確保說魚廟是健康的 我還選五公分以上的 在我們港口家來施放 主要是說 我們魚廟可以在米的酒店裡 提高它的存活率 這樣可以大大的增加 我們漁業的一些資源 主辦單位也讓民眾放魚廟 這禮拜盡量不要來抓魚 這可以讓魚好好的來生長 擁有主委是大家共同的財產 希望大家可以做好保護身體環境 繼續彈加薪 蔡宏佩都 謝謝 謝謝 謝謝